大家好,我是缺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冬天孩子老是咳嗽 90岁的老中医说 多吃它,论肺止咳 孩子一冬天都不会咳嗽 冬天是我最不喜欢的季节 因为冬天的天气比较寒冷 而且空气质量也不好 导致我家孩子每到冬天都会咳嗽 实在是让人忧伤 小孩子的咳嗽和成年人不一样 成年人咳嗽可以吃药打针 而小孩子的体质比较弱 如果用成年人的方法去治疗 那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 不过今年我不担心了 因为我找到了治疗孩子咳嗽的好办法 记得前段时间带着孩子回家 我妈妈一直看着孩子咳嗽的比较厉害 于是带她去看了老中医 中医当时并没有拿药 而是建议我们用食疗的办法来治疗 并且给我们分享了一道 治疗咳嗽的食疗方 平常吃一点具有很好的止咳化痰论肺的功效 听从了老中医的建议 当时给孩子吃了三天 结果咳嗽真的好了 真的是太棒了 今天分享给大家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小块生姜 天寒容易感冒 感冒后鼻塞难受 你一定听过受寒之后 赶紧喝一杯姜茶 暖暖生子 其实别看生姜特别常见 小小的一块却功效很多 生姜作为解表药之一 可以发汗解表 去风上寒 适用于风寒感冒 以及肺寒引起的咳嗽此外 生姜对脾胃虚寒引起的胃患 冷痛 呕吐 可以去寒 开胃 止痛 止呕 因此也被称为呕加肾药 配五可以治疗多种呕吐 生姜的食用功效 第一 可以改善血液循环 浆茶里的维生素 矿物质 氨基酸 有助于恢复和改善血液循环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生姜可以防止动脉内脂肪成肌 降低心脏病和脑处重风险 第二 可以减轻经期不适 生姜性热 女性在经期不适的情况下 将毛巾在热浆水中浸透 然后放在腹部那一边 就可以使肌肉放松 从而达到缓解痛经的功效 第三 增强免疫系统 生姜富含抗氧化剂的姜腊素 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 防止多种疾病 第四 帮助减轻压力 姜茶具有减轻压力和缓解 紧张情绪的功效 第五 促进胃部消化 姜茶不仅可以帮助消化和吸收食物 而且还能缓解过量饮食导致的负胀 第六 可以通鼻防过敏 姜茶有助于缓解普通感冒引起的鼻塞 也可以缓解花粉等环境过敏导致的呼吸道症状 生姜的营养成范和葱 蒜比较相似 同样含有蛋白质糖类维生素等物质 并含有植物抗菌素 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生姜切碎之后 放入砂锅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小火煮上1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小节白萝卜 第一 白萝卜可以止咳化痰 白萝卜煮水能止咳化痰 平时来没出现咳嗽痰多等不良症状的时候 可以把白萝卜切成薄片 放入锅里煮水 加入适量冰糖 煮好之后 取出过滤得到的萝卜水降温 然后直接饮用 一天中可以饮用多次 可以让人们咳嗽痰多的症状 很快就减轻 第二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秋冬季节 空气干燥 天气多变 更容易引起感冒等多种疾病 适量使用一些白萝卜 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因为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C 有助于增强机体免疫力 提高抗病能力 第三 可以降低血脂 白萝卜中含有 诱导人体产生肛老素的多种微量元素 长期服用新鲜白萝卜汁 可以降低血脂 轮化血管 稳定血压 预防冠性病等 第四 可以消食化肌 白萝卜足水 可以促进人体代谢 能为人体补充丰富的消化酶 可以增加人民导食欲 也能缓解基石 促进身体食物的消化与吸收 另外 它含有维生素B和微量元素C 与酶等营养成分 还能加快肠胃蠕动 清除人体肠胃中基存的垃圾 平时人们喝萝卜水 不但能促进消化 还能清肠排毒 第五 可以保护心血管 平时把白萝卜足水喝 对人类的心血管 还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它含有一些抗氧化成分 可以延缓人体血管老化 也能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 能增加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 白萝卜切好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马蹄 马蹄性肝寒 可以清肺热 又负寒粘液制 有生精润肺化痰的作用 故能清化痰热 治疗肺热咳嗽等症 第二 可以利尿通便 马蹄的粗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吸附体内有害物质 顺通肠道 化解便秘 达到利尿通便排毒的作用 第三 可以调节体内 松减平衡 人体里所含的糖 蛋白质脂肪是属于大分子物质 在人体当中很难被代谢掉 马蹄中的磷含量是 精内蔬菜中含量最高的 磷元素可以促进人体发育 同时能促进身体的糖 脂肪 蛋白质 三大物质的代谢 调节 松减平衡 第四 可以预防流感 经常用马蹄和甘蔗切炖 入锅煎煮 熟而持之 有清热消炎 生精止渴之功效 适用于发热后 清烦口可和低烧不退 预防流感 马蹄清洗干净 去掉皮切成薄片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这个生姜水煮好了 我们把生姜捞出来 然后把切好的马蹄和萝卜 放入砂锅煮 大火煮开 小火煮上 十分钟就可以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打开盖子 加入一块红糖 把红糖组织融化 我们就可以装入碗里 开吃啦 喜欢的朋友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坚持喝上两三天 所有的咳嗽 痰多都会消失掉 朋友们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也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收藏 准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